法律就是說你們不會去改變那個建築 只是整理一下 做一個概念 所以我們就沒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我想你們現在的處理方式 不會把它拆掉 要是無縮一下 謝謝各位還有那個局面的長官 那施法院這邊其實因為那個施法院就任何縣法法 整個制度在調整之後這個審求出來 不過整個施法院對這個案子其實非常非常重視 院長以下大院長還有我們地方法院的房院長 對這個案子都非常的重視 所以那長官就提示了兩個原則 一個就是說我們這個建議如果說有整修的話 因為勢必是要建議總修 不過我們會尊重整個那個時候 整個那個興建到目前為止的一個歷史過程 還有它的那個以那個外觀原貌修善的 為修善的原則 剛剛那個長官有提到那個相關那個屋底的那一部分 只要你們會有在展修過程當中 我們會盡量把它保留下來 那也請在這個案子的審議過程當中 我們都會尊重各個的意見 然後如果說有要提醒我們要遵照的 然後我們都盡量還在辦理 那沒有所謂的白色的事情 那以上請答案是 我這裏提醒我們 因為審判的五個月只有我一個人能夠 這個具有歷史的 因為我們有時候看一張建築 不是所看它的現況 而要看在當代的時候 因為在50年代 工家根本不准蓋房子 然後在新的房子裡 我想工業到那邊出現 那時候經濟極為困針手 它能夠蓋住這樣的房子 所以它有它一個實在性 所以我就勾一個 尤其它沒有面臨 然後被我不去踩它 才會保留下來 所以我覺得勾這個 最適合的意思 好 各位還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好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請各位填 填這個 填單 就填這一張利件 古記中節吧 有沒有要抓提古記的 沒有嗎 好 我們就填利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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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